每个人都在质疑新赛季的胡人 每个人都在质疑胡人的新教练勾勾雷迪克 然而只有我知道 TG民主行的球员是最适合当主教练的 因为这个类型的球员非常聪明 能够瞬间看透全局的变化 比赛的时候就非常散于跑位 看破对手的防守意图 做主教练那自然是隧道取成 斯蒂夫克尔的案例注意在前 勾勾雷迪克自然也不例外 甚至我可以大胆预言 将来提及民主斯蒂夫退役当主教练 觉得会成为传奇教练 这个类型的球员就是天生的主教练 今日占胡人107比102击半熊肉 雷迪克对胡人的改造可谓是非常成功 且立竿见影 还是那拨人 多了个新秀克里克特 扫了个普林斯 基本上可以说没啥变化 但是新版本的胡人进攻明显流畅多了 这也没有哈姆直教时期 那种为了压节奏而压节奏的愚蠢打法 胡人的整个进攻节奏 看起来仿佛年轻了10岁 39岁的詹姆斯 都让我看出了29岁的活力 哈姆的大脑又多么愚蠢 高高雷迪克就有多么充慧 挑战这哈姆这里 往往是留着回家下战而用的 而雷迪克那真是目光如炬 挑战的是又及时又精准 哪怕这是季前赛练兵 今日对着熊肉 也是两次挑战统统成功 他这场边像鹰损一样观望场内 随时掌握比赛的全局 做出及时而有效的针对 久着眼力见 比哈姆至少强了100个泰伦炉 这么说吧 如果去年季后赛是雷迪克之教 胡人指定灭了绝巾 撒进第二轮 很多毫里之间的比赛 哈姆如同一头金花两头屋一样 但这场边那是一动不动 换成雷迪克 一个挑战一个暂停 找把局势给扭转了 另外就是对新人的锻炼和使用上 雷迪克更是强了哈姆一万倍 在他的直教之下 连武林选手西菲诺 甚至今天都能命中一球 老小克里斯蒂 也是一反常态四头三重拿下8分 一分一百万 真值 与此同时 胡人最重要的新秀克里克特 足足给了34分钟 在保证营销的同时 还充分锻炼了新人 这就是勾勾雷迪克特的能力 新赛季的胡人 绝对值得期待 如果佩林卡做人 在赛季中心 做一些美妙的交易 继续补强充实胡人的阵容 胡人总冠军的口号 喊起来也并非是什么梦幻 反观蜜尔沃吉熊 猪头李加哈姆 由此沃龙凤土组合 那真是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